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第21章 佳阳小精灵解放阵线 那天晚上,哈利、罗恩和赫敏去猫头鹰屋寻找 皮鬼陈,这样哈利就可以给小天狼星写一封信,告诉他他 成功地毫发无伤地越过了他的龙 路上,哈利给罗恩打气 小天狼星告诉他关于卡卡洛夫的一切 虽然一开始很震惊 当他们进入监狱时,听说卡卡洛夫是一名死死徒 猫头鹰罗恩说,他们应该一直怀疑这一点 很合适,不是吗? 他说 记住马尔弗在火车上说过的话,关于 他爸爸和卡卡洛夫是朋友吗?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认识的 其他 他们可能戴着面具,一起在世界各地奔跑 杯子 不过,我会告诉你一件事 哈利,如果是卡卡洛夫吧 高脚杯里有你的名字,他现在会觉得 自己很愚蠢,不是吗? 没用,是吗? 你只是被划伤了而已 过来,我来 P-Gridgen对他乘坐飞机送货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 在哈利的头周围转来转去,不停地叫着 罗恩抢走了 小猪从空中伸出来,让他保持不动,而哈利则把信贴在 他的腿 其他任务不可能那么危险,怎么办? 他们可能是吗? 罗恩继续把小猪抱到窗前 你 知道什么? 我认为你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哈利,我是认真的 哈利知道罗恩这么说,只是为了弥补他的行为 过去几周,但他仍然很感激 然而赫敏 他靠在猫头鹰巫的墙上,抱起双臂,皱着眉头看着罗恩 哈利在完成这场比赛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 严重的 如果这是第一个任务,我不愿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错,就是一缕阳光,不是吗? 罗恩说 你和教授 特里劳尼应该找个时间拒一拒 他把小猪扔出窗外 匹归枕,暴跌十二 脚,然后设法再次站起来,附在他身上的信 腿比平时更长,更重,哈利无法做到 不要向小天狼星详细描述他是如何转向的 绕了一圈,躲开了树峰 他们看着小猪消失在 黑暗,然后罗恩说 好吧,我们最好下楼去找你的 惊喜派对 哈利,弗雷德和乔治应该抢到足够的食物 现在已经从厨房里出来了 果然,当他们进入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时 他爆炸了 再次响起欢呼声和叫喊声 有堆积如山的蛋糕和酒壶 每个表面都有南瓜汁和黄油啤酒 李乔丹放过了一些 阻挠的烟火,让空气中充满了星星和火花 和 迪恩、托马斯·丁·托马斯非常擅长绘画 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新的横幅,其中大部分描绘了哈利在树峰周围飞驰的样子 头顶在他的火弩箭上 不过有一对夫妇像塞德里克展示了他的头着火的样子 哈利自己吃东西 他几乎忘记了那是什么感觉 感到肚子饿了 就和罗恩和赫米一起坐下来 他不能 相信他感到多么幸福 他让罗恩回到了他身边 他已经渡过了难关 第一个任务 他就可以在三个月内不必面对第二个任务 天啊,这太重了 李乔丹说着,拿起了金蛋 哈利把他放在桌子上,手里掂量着他 打开他,哈利,继续 我们先看看里面有什么 他应该自己找出线索 赫米迅速说道 这是比赛规则中的规定 我也应该想办法独自克服这条龙 哈利嘟囔着 这样只有赫米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咧嘴笑了笑 愧疚的 是的,继续 哈利,打开他 几人附和道 李把鸡蛋递给哈利 哈利把指甲伸进凹槽里 他绕着他跑了一大圈 把他撬开了 他是空的 完全是空的 但是当哈利打开他的那一刻 最可怕的声音 一声响亮而刺耳的哭声 充满了整个房间 这 哈利听过的最接近他的东西是近乎的幽灵管弦乐队 无头尼克的忌日派对上所有人都在演奏音乐剧 关掉他 弗雷德双手捂住耳朵 吼道 那是什么 西末 芬尼根 Shamus Finnegan 一边说 一边看着哈利的蛋 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听起来就像女妖 也许你必须得到 接下来就过去其中一个吧 哈利 有人被折磨了 那位说 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很白了 香肠卷洒了一地 你将不得不语 酸心咒 别犯傻了 内维尔那是违法的 乔治说 他们不会使用 冠军身上的钻心咒 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破锡 唱歌 也许你必须在他洗澡的时候攻击他 哈利 想要果酱馅饼吗 赫敏 弗雷德说 赫敏疑惑地看着他递给他的盘子 弗雷德笑了 没关系 他说 我没有对他们做任何事 这是蛋奶冻 奶油 你必须看 那位刚咬了一口奶油 就被噎住了 然后吐了出来 弗雷德笑了 只是我的小玩笑 那位 赫敏拿了一个果酱馅饼 然后他说 这些都是你从 厨房 弗雷德 是的 弗雷德笑着对他说道 他发出一声高亢的滋滋声 模仿家养小精灵 先生 我们可以给你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 他们是 死有帮助 如果我说我饿了 就给我一份烤牛吧 你怎么进去 赫敏天真的随意地说 嗓音 很简单 弗雷德说 把门藏在一碗水果的画后面 只是 给李脑痒痒 他咯咯地笑 然后 他停下来 怀疑地看着 他 为什么 没什么 赫敏很快说道 你现在要尝试带领 家养小精灵罢工 是吗 说 乔治 要放弃所有传单的东西 并尝试将它们搅动起来 叹乱 几个人哈哈大笑 赫敏没有回答 你别去惹恼他们 告诉他们 必须拿衣服吗 还有工资 弗雷德警告道 你会让他们放弃做饭的 就在这时 纳威变成了一只大金丝雀 引起了轻微的骚动 哦 抱歉 纳威 弗雷德大声喊叫 盖过了大家的笑声 我忘了 是我们施了魔法的蛋奶洞 然而 不到一分钟 纳威就退皮了 一旦他的羽毛脱落 掉下来后 他重新出现时 看起来完全正常 他甚至也跟着笑起来 金丝雀奶油 弗雷德向兴奋的人群喊道 乔治和我 发明了他们 每个七个镰刀 很便宜 哈利终于走到了凌晨一点 罗恩 纳威 西莫和迪恩 住在宿舍 在他拉开窗帘之前 哈利关闭了四张海报后 将匈牙利竖风的小模型 放在上面 他床边的桌子上 他打着哈欠 蜷缩起来 闭上了眼睛 真的 哈利一边想 一边拉上四柱海报上的围蔓 海格说得有道理 他们确实是龙 12月初 霍格沃茨刮起了风和雨加雪 虽然有通风 城堡总是在冬天 哈利很高兴 他的火和后墙每年 当他经过湖上的德姆斯特朗船时 那艘船正在湖中颠簸 狂风大作 黑色的帆在黑暗的天空中翻滚 他认为 布斯巴顿的大棚车可能也很冷 海格 他注意到 为马克西姆夫人的马匹 提供他们最喜欢的马匹 喝丹一麦牙威士忌 角落里的草里 飘出的烟雾 他们的围场 足以使整个神奇动物保护组织 班级头晕目眩 这没有帮助 因为他们仍在照顾可怕的事情 炸铭鱼 需要他们的智慧 我不确定 他们是否冬眠 海格对瑟瑟发抖的人说道 下一刻 在有风的南瓜地上课 以为我们只是尝试看看 如果他们想要小费的话 我们就把他们安置在这些盒子里 现在只剩下十只炸铭锣了 显然他们想要杀死一个人 另一项尚未行驶 他们每个人现在 长度接近六英尺 他们厚厚的灰色盔甲 他们的强大 断踢腿 他们的火焰末端 他们的刺和吸盘 结合在一起 让炸铭锣成为哈利见过的最令人厌恶的东西 班上 沮丧地看着海格拿出来的巨大盒子 里面都衬着东西 配有枕头和蓬松的毯子 我们就带他们进来 海格说 然后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了 走着瞧吧 但事实证明 炸铭锣并没有冬眠 也没有欣赏 被强行塞进 铺有枕头的盒子里 然后钉在里面 海格很快就大喊 现在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当炸铭锣在周围横冲直撞时 南瓜地 现在散落着闷烧的盒子残骸 最多 班里的学生 马尔福 克拉布和高尔带头 逃到了 从后门进入海格的小屋 并把自己锁在里面 哈利 然而 罗恩和赫米仍留在外面尝试 来帮助海格 他们联手成功制止 并绑住了九名男子 炸铭锣 尽管代价是无数次烧伤和割伤 最后 只有一个 剩下了炸铭鱼 现在别吓唬他 当罗恩和哈利用他们的手机时 海格喊道 魔杖像正在前进的炸铭锣 喷射出炽热的火花 他的毒刺 在背上呈拱形 颤抖着 威胁着他们 尝试一下 把绳子 套在他的刺上 这样他就不会伤害其他人了 是的 我们不想这样 罗恩和哈利 愤怒地喊道 背靠着海格小屋的墙 仍然用他们的手挡住 炸尾锣 火花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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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 确实很有趣 利塔 斯基特 靠在海格花园的栅栏上 向里望去 混乱 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洋红色斗篷 有毛茸茸的紫色领子 今天 他的手臂上 跨着鳄鱼皮手提包 海格向前冲到了正在转弯的炸尾锣身上 哈利和罗恩把他压平了 一个爆炸 火焰从他的末端喷出 使之枯萎 附近有南瓜植物 你是谁 海格一边滑下绳圈 一边问利塔斯基特 绕住炸尾锣的刺 并将其收紧 利塔 斯基特 预言加日报记者 利塔微笑着看着他回答道 他 金牙闪闪发光 以为邓不利多说 你不被允许进入学校 不再这样了 海格从稍微压扁的车上下来时 微微皱着眉头说道 炸尾锣 并开始把他拉给他的同伴 利塔表现得好像没有听到海格说的话 这些迷人的生物叫什么名字 他微笑着问道 更广泛 炸尾锣 海格咕咒道 真的吗 利塔说道 显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我从没听说过 他们之前 他们来自哪里 哈利注意到 海格狂野的黑胡子上 泛起了暗红色的红韵 他的心沉了下去 海格从哪里得到炸尾锣 赫敏 谁 似乎是这么想的 很快说道 他们非常 很有趣 不是吗 不是吗 哈利 什么 哦爷 哎呦 有趣 哈利一边说 一边他踩着他的 脚 啊 你来了 哈利 利塔 斯基特 环顾四周说道 那么你 就像保护神奇动物一样 你喜欢吗 你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是的 哈利坚定地说 海格对他微笑 可爱 利塔说 真的很可爱 教书很久了 他添加道 海格 哈利注意到他的目光 扫过迪恩 迪恩身上有一道 严重的伤口 脸颊 拉文德 他的长袍 被严重烧焦 谢莫斯 他正在哺乳 几根烧伤的手指 然后到机舱窗户 全班大部分人都在那里 他们站着 鼻子贴在玻璃上 等待着看看 海岸是否在 清楚 这只是我的第二年 海格说 迷人的 我想你不想接受采访 是吗 分享一下 你对神奇生物的一些经历吗 先知做了一个 我相信你知道 每周三都有动物学专栏 我们可以特色 这些 呃 爆炸性的滑板车 扎尾罗 海格急切地说 呃 是的 为什么不呢 哈利对此 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但没有办法 在利塔斯基特 看不见的情况下 将其传达给海格 所以他不得不站起来 默默地看着海格 和利塔斯基特 安排见面 那周晚些时候 在三把扫帚中 进行了一次 精彩的长篇采访 然后 城堡里的钟声响起 标志着课程结束 好吧 再见 哈利 当他出发时 利塔斯基特高兴地向他喊道 宇罗恩和赫敏 那么 周五晚上之前 海格 他会扭曲他所说的一切 哈利低声说道 只要他不非法 进口这些 炸尾罗之类的 说 赫敏绝望的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确实是这样的 海格可能会做的事情 海格以前遇到过很多麻烦 而邓布利多 从未被解雇过 他 罗恩安慰道 最糟糕的情况是 海格必须得到 摆脱炸尾罗 对不起 我说最糟糕了吗 我的意思是最好的 哈利和赫敏笑了 心情稍微愉悦了一些 然后就走了 去吃中午饭 那天下午 哈利非常享受双重占卜 他们仍然 做星图和预测 但现在 他和罗恩曾经是朋友 更重要的是 整件事又显得很滑稽了 特里劳尼教授 当他们预测他们的未来时 他们对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自己可怕的死亡 当他们在他身上窃笑时 很快就变得恼火 解释冥王星 扰乱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 我想 他用一种神秘的地狱说道 并没有隐藏他的意思 明显的烦恼 我们中的一些人 他意味深长地盯着 哈利 如果他们看到了我所看到的 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浮了 昨晚我凝视水晶的时候 当我坐在这里 全神灌注地做针线活时 想要咨询这个球体的冲动 压倒了我 我站起来 在他面前安顿下来 我凝视着他水晶般的深处 你认为我凝视着什么 还对着我吗 一只戴着特大号眼镜的丑陋的老蝙蝠 罗恩低声嘀咕道 哈利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表情 死亡 亲爱的 帕瓦蒂和拉文德都用手捂住嘴 看着 吓坏了 是的 特里劳尼教授令人印象深刻地点点头 他来了 永远 离得更近了 他像秃鹰一样 在头顶盘旋 越来越低 永远低于 城堡 他目光直视着哈利 哈利明显地打着哈欠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 大约80次 那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以前 当他们终于重新呼吸楼梯上的新鲜空气时 哈利说道 在特里劳尼教授的房间下面 但如果我每次都死了 他告诉我 我会这么做 我会成为医学奇迹 你会成为一个特别专注的幽灵 罗恩笑着说 当他们 从相反方向走来的血人男爵身边经过 他睁大眼睛盯着 险恶地 至少我们没有做作业 我希望赫米能减轻负担 Vector教授 我不喜欢 当他在的时候工作 但他们去的时候 赫米没有去吃晚饭 也没有在图书馆 之后去找他 那里唯一的人是维克托 克鲁姆 罗恩 在书架后面徘徊了一会儿 看着克鲁姆 争论着 与哈利低声询问他是否应该索要签名 但随后罗恩 发现旁边一排书里 潜伏着六七个女孩 正在争论 完全一样的事情 他对这个想法失去了热情 想知道 他要去哪里吗 罗恩一边说 一边和哈利回去了 格兰芬多塔 不知道 孟毅 但胖女士刚开始向前摆动 就听到了声音 他们身后的脚步声 宣告了赫敏的到来 哈利 他气喘吁吁的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胖夫人盯着 低头看着他 扬起眉毛 哈利 你必须来 你必须来 来吧 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拜托 他抓住哈利的手臂 试图把他拖回原处 走廊 怎么了 哈利说 当我们到达那里时 我会告诉你 哦 来吧 快点 哈利环顾四周 看看罗恩 他好奇地回头看着哈利 好吧 哈利说着 和赫敏一起沿着走廊走回去 罗恩赶紧跟上 哦 别管我 胖夫人在他们身后烦躁地喊道 不 抱歉 打扰我了 我会挂在这里 敞开心扉 直到你回来 我可以吗 是啊 谢谢 罗恩回头喊道 赫敏 我们要去哪里 在他带领他们之后 哈利问道 穿过六层楼 沿着大理石楼梯进入 入口大厅 你会看到的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 赫敏兴奋地说 他在楼梯底下左转 急忙朝门口走去 火焰杯发生后的那个晚上 塞德里克 迪格里 就曾经历过这件事 重复着他和哈利的名字 哈利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钱 他和罗恩 跟着赫敏走下一段时间 但是 而不是像通向那条 一岸的地下通道一样结束 斯内普的地牢 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条 宽阔的石头走廊 灯火通明 带着火把 装饰着主要以食物为主题的 欢快画作 哦 等一下 哈利在走廊的中间慢慢地说 我不是 他急忙说道 而且这不是偶突物 罗恩 改名字了 是吗 罗恩皱着眉头看着他说道 我们是什么 那么现在嘉阳小精灵解放阵线呢 我不会闯入那个厨房 并试图让他们停止工作 我不会这么做 我不是要求你这么做 赫敏不耐烦地说 我来到这里 刚才和他们所有人交谈 我发现 哦 来吧 哈利 我想 给你看 他再次抓住他的手臂 把他拉到了巨果的照片前 碗里 伸出食指 挠了挠那巨大的清理 他开始 蠕动着 咯咯地笑着 突然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大门把手 赫敏抓住他 把门拉开 用力推了哈利的后背 强迫他进去 他瞥见了一间巨大的 天花板很高的房间 大蠕 上面是大厅 堆满了闪闪发光的黄铜锅碗瓢盆 围绕着石墙 另一端有一个巨大的砖壁炉 当 有一个小东西 从房间中央向他猛冲过来 尖叫着 哈利 波特 先生 哈利 波特 下一秒 他的所有风都被吹走了 就像尖叫的精灵一样 重重地打在他的腹部 紧紧地拥抱着他 他以为他的肋骨会被压住 休息 多 多比 哈利喘着气 是多比 先生 是 尖叫声从他周围的某个地方传来 奇 多比 多比一直希望能见到哈利 波特 先生 还有哈利 波特来看他了 先生 多比放开手 后退了几步 对着哈利微笑 他的 巨大的 绿色的 网球状的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 他看起来几乎和哈利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铅笔形状的鼻子 蝙蝠般的耳朵 修长的手指和脚 除了衣服 其他都是 非常不一样 当多比 为马尔弗家族工作时 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 肮脏的就整套 然而现在 他穿着最奇怪的衣服 哈利 见过的衣服 他的着装做得更糟糕 他自己比世界杯上的奇才队还要多 他穿着一件茶书式的衣服 帽子上别着许多鲜艳的徽章 一条带有图案的领带 裸露的胸前挂着马蹄铁 一双看起来像儿童足球的东西 短裤和奇怪的袜子 哈利看到 其中之一是哈利拥有的黑色的 从他自己的脚上 移开并欺骗马尔弗先生给了多比 从而使多比获得自由 另一个被别针覆盖 黑合橙色条纹 多比 你来这里做什么 哈利惊讶地说 多比来霍格沃茨工作了 先生 多比兴奋地尖叫起来 邓不利多教授给了多比和闪闪工作 先生 眨眼 哈利说 他也来了 是的 先生 是的 多比说 他抓住哈利的手 把他拉了下来 走进厨房 厨房里摆着四张长木桌 每一个 哈利经过这些桌子时注意到 这些桌子正好喂鱼 大厅里上面的四张意愿桌子 此刻 他们是 没有食物了 晚餐已经吃完了 但他猜想 一小时前他们 装满了盘子 然后从天花板送到他们的房间 同上 至少有一百个小精灵站在厨房周围 笑容满面 当多比领着哈利经过他们时 他鞠躬行屈膝里 他们都穿着 相同的制服 一条印有霍格沃茨徽章的茶巾 定系好 就像 winky的 就像一件长袍 多比在砖器壁炉前停下来 指着 眨眼 先生 他说 闪闪坐在火边的凳子上 与多比不同 他显然有 不是为了衣服而寻找的 他穿着一件整洁的小裙子和衬衫 上面有一条配套的蓝色帽子 帽子上有洞 适合他的大耳朵 然而 虽然 多比收集的每一件奇怪的衣服都那么干净又好 关心他看起来是全新的 winky显然没有照顾他 根本没有衣服 他的衬衫上全是汤子 身上有烧伤 裙子 你好 闪闪 哈利说 winky的嘴唇颤抖着 然后他泪流满面 眼泪夺眶而出 棕色的大眼睛顺着他的前额流下来 就像他们在教堂时所做的那样 魁蒂奇世界杯 哦天啊 赫敏说 他和罗恩跟随哈利和多比去了 厨房的尽头 winky 别哭 别哭 但winky哭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另一方面 多比则微笑着看着 哈利 哈利 波特想喝杯茶吗 他在闪闪的上方大声尖叫 抽气 嗯 是的 好吧 哈利说 立刻 大约六只家养小精灵 小跑着来到他身后 手里拿着一个 大银盘里放着茶壶 哈利 罗恩和赫敏的杯子 牛奶罐和一大盘饼干 好服务 罗恩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说道 赫敏皱起眉头 他 但精灵们都显得很高兴 他们深深居了一躬 然后退了出去 你来这里多久了 多比 当多比递过来时 哈利问道 查周围 只有一周了 哈利 波特 先生 多比高兴地说 多比来看 邓不利多教授 先生 你看 先生 对于一个家养小精灵来说 这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获得新职位而被解雇 先生 确实非常困难 听到这里 Winty嚎叫得更厉害 他那像鸭扁了的西红柿鼻子 尽管他没有努力阻止水流 但他还是从前部留了下来 先生 多比已经在全国各地旅行了整整两年 试图找到 工作 多比尖叫起来 但是多比还没有找到工作 先生 因为多比 现在就想付钱 厨房里到处都是家养小精灵 他们一直在听 大家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话 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开 就好像多比已经 说了一些粗鲁和令人尴尬的话 然而 赫敏说 这对 你 多比 谢谢小姐 多比说 对他露齿一笑 但是大多数巫师 小姐 我不想要一个愿意付钱的家养小精灵 这不是重点 家养小精灵 他们说 然后当着多比的面关上了门 多比 喜欢工作 但他想要穿衣服 他想要得到报酬 哈利 波特 多比喜欢自由 霍格沃茨的家养小精灵 现在开始远离多比 因为 尽管他身上携带有传染性的东西 然而 Winty仍然 他在哪里 尽管他的音量确实增加了 哭了 然后 哈利 波特 多比去拜访 Winty 并发现 Winty 先生也被释放了 多比高兴地说 这时 Winty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脸朝下趴在了凳子上 石板地板 用他的小拳头敲打着他 并大声尖叫 带着痛苦 赫敏急忙跪在他身边 尝试着 安慰他 但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多比 继续讲他的故事 在闪闪的尖叫声中 尖声叫喊 然后多比有了主意 哈利 波特 先生 为什么多比和 闪闪一起找到工作吗 多比说 哪里有足够两个人做的工作 家养小精灵 Winty说道 多比想了想 他想到了 先生 霍格沃茨 所以 多比和闪闪来见邓不利多教授 先生 邓不利多教授打败了我们 多比笑容灿烂 眼里再次涌出幸福的泪水 邓不利多教授说 先生 如果多比愿意 他会付钱给多比 付钱 所以 多比是一个自由的精灵 先生 多比每周都会得到一艘加龙 一个月休息一天 这还不算多 赫敏在地板上愤怒地喊道 闪闪继续尖叫 并锤打拳头 邓不利多教授 给了多比是加伦 每周和周末 走吧 多比突然打了个寒战 仿佛这样的前景 许多闲暇和财富令人恐惧 但多比打败了他 错过 多比喜欢自由 小姐 但他想要的并不太多 小姐 他 更喜欢工作 邓不利多教授 付给你多少钱 闪闪 赫敏 和善地问道 如果他以为 这会让闪闪高兴起来 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闪闪确实停止了哭泣 但当他坐起来时 他怒视着赫敏 透过他巨大的棕色眼睛 他的整张脸都湿透了 突然 狂怒 Winkey是一个不光彩的精灵 但Winkey还没有得到报酬 他尖叫道 Winkey还没有沉到那么低 Winkey对此感到羞愧 释放了 羞愧 贺敏面无表情地说 但是 Winkey 来吧 是先生 应该感到羞耻的克劳奇 不是你 你没有做错什么 他 对你来说 真的太可怕了 但听到这句话 Winkey用手捂住了帽子上的洞 他捂住耳朵 听不见半句话 尖叫道 你是 小姐 不要侮辱我师父 你没有侮辱克劳奇先生 克劳奇先生是 一位好巫师 小姐 克劳奇先生 解雇坏闪闪是对的 哈利 波特 闪闪很难适应 多比奸生说道 保密 闪闪忘记了 他不再受克劳奇先生的约束 他不再受克劳奇先生的约束 他是 现在允许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他不会这么做 那么 家阳小精灵 就不能说出 他们对主人的看法吗 哈利 问道 哦 不 先生 不 多比说 看上去突然很严肃 这是 家阳小精灵的奴役 先生 我们保守他们的秘密 并保持沉默 先生 我们 维护家族荣誉 我们从不说他们的坏话 不过 邓不利多教授告诉多比他 并不坚持这一点 教授 邓不利多说 我们可以自由的 多比突然显得紧张 是以哈利靠近一些 哈利弯曲 向前 多比低声说道 他说我们 可以随意称呼他 一个疯狂的老头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就麻烦了 先生 多比发出一种 害怕的咯咯笑声 但是 多比不想这么做 哈利 波特 他用正常的语气说道 再次摇头 耳朵煽动 多比喜欢教授 非常感谢邓不利多 先生 并未保守他的秘密 和我们的沉默 而感到自豪 为了他 但是你现在可以说说 你喜欢马尔弗一家的哪些方面吗 哈利问他 咧着嘴笑 多比巨大的眼睛里露出一丝恐惧的神色 多比 多比可以 他怀疑地说 他把他的小肩膀 多比可以告诉哈利 波特 他以前的主人是 是 坏黑巫师 多比站了一会儿 全身颤抖 被自己的恐惧吓坏了 大胆 然后他冲到最近的桌子 开始敲头 非常用力地踩着他 尖叫着 坏多比 坏多比 哈利抓住 多比的领带背面 把他从座位上拉开 桌子 谢谢你 哈利 波特 谢谢你 多比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一边揉着自己的脸 头 你只需要一点练习 哈利说 实践 温姬愤怒地尖叫道 你应该感到羞耻 你自己 多比 竟然这样谈论你的主人 他们不再是我的主人了 Winky 多比挑衅地说 多比 不再关心他们怎么想了 哦 你是个坏精灵 多比 Winky 呻吁着 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再一次 我可怜的克劳奇先生 没有闪闪 他在做什么 他是 他需要我 他需要我的帮助 我一生都在照顾克劳奇一家 我妈妈在我之前做 我祖母在我之前做 他 哦 如果他们知道 Winky被释放了 他们会说什么 哦 真丢脸 耻辱 他又把脸埋进裙子里 放声大哭起来 闪闪 赫敏坚定地说 我确信克劳奇先生正在接受 没有你也过得很好 我们见过他 你知道 你正在见我的主人 闪闪气喘吁吁地说 抬起他的泪痕 脸再次露出裙子 瞪着赫敏 你正在见他 在霍格沃茨吗 是的 赫敏说 他和巴格曼先生都是三强争霸赛的评委 比赛 先生 巴格曼也来了 闪闪尖声叫道 令哈利大吃一惊 罗恩和赫米也是如此 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看 他看起来很生气 再次 先生 巴格曼是个坏巫师 一个非常糟糕的巫师 我的主人不是 喜欢他 哦不 一点也不喜欢 推销员 很糟糕吗 哈利说 哦 是的 Winkey说 猛烈地点点头 我的主人告诉我 眨眼一些东西 但Winkey并没有说 Winkey Winkey保留了他 大师的秘密 他再次泪流满面 他们可以听到 他在裙子里抽气 可怜的主人 可怜的主人 再也没有Winkey来帮助他了 他们无法从Winkey嘴里 说出更多有意义的话 他们把他留给了他 哭着喝完了茶 而多比则愉快地谈论着 他作为一名警察的生活 自由精灵和他的工资计划 多比接下来要买一件毛衣 哈利波特 他高兴地说 指着自己裸露的胸膛 告诉你吧 多比 罗恩说道 他似乎很喜欢 对小精灵说 我给你我妈妈给我编织的那件 这个圣诞节 我总是 从他那里得到一份 你不介意绿色吧 多比很高兴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缩小一点以适合你 罗恩告诉他 但是会很顺利的 和你的茶很舒服 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周围的许多精灵都催促着他们 向他们提供零食 让他们带回楼上 贺敏拒绝了 痛苦地看着精灵们不断鞠躬 和行屈膝里的样子 但哈利和 罗恩在他们的口袋里 装满了奶油蛋糕和馅饼 多谢 哈利对聚集在周围的精灵们说道 进门说晚安 再见 多比 哈利 波特 多比有时能来看你吗 先生 多比 试探性地问道 当然可以 哈利说 多比微笑着 你知道吗 当他 赫敏和哈利离开学校后 罗恩说道 厨房在后面 然后又爬上台阶 进入门厅 全部 这些年来 弗雷德和乔治偷吃食物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厨房 嗯 这并不难 不是吗 他们迫不及待 给我吧 我认为 这对那些精灵来说 是最好的事情 你们 我知道 赫敏一边说着 一边带路 走上大理石楼梯 多比 我是说 来这里工作 其他精灵会看到 他有多高兴 因为 免费 慢慢的 他们就会明白 他们也想要这样 希望他们 不要太仔细地观察闪闪 哈利说 哦 他会高兴起来的 赫敏说 尽管他听起来有点怀疑 一旦震惊过去 并且他习惯了霍格沃茨 他就会知道如何 没有那个克劳奇男人 他的生活会好得多 他似乎很爱他 罗恩粗声粗气地说 他刚刚开始吃奶油 蛋糕 不过他不太看重巴格曼 不是吗 哈利说 想知道 克劳奇在家里怎么说他 可能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系主任 赫敏说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 他说的有道理 不是吗 我还是宁愿为他工作 也不愿为老克劳奇工作 罗恩说 至少 巴格曼很有幽默感 别让破西听到你这么说 赫敏微笑着说道 是的 好吧 破西不想为任何有意识的人工作 幽默 可以吗 罗恩说道 现在开始吃巧克力泡芙 破西 如果一个笑话 穿着多比的衣服 在他面前赤裸裸地跳舞 他就认不出来了 喝茶很舒服 我们儿子